长大以后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买到很大的房子 爸爸住楼上 妈妈住楼下 这样子他们就不会吵架了 我们还是可以住在一起 童言童语说的却是真切的心情 原本纯真的笑脸随着妈妈的出现 收藏了起来 影片变成黑白画面 呈现出的是孩子夹在离异父母间 左右两男的无奈 是穿爸爸买的就好 有时候我觉得跟妈妈出来很开心 可是阿妈跟姑姑都不喜欢妈妈 他们说妈妈不要我了 妈妈是坏人 亲子关系因为父母离异撕裂 轩刀影片突显出真实问题 有鉴于台湾离婚率飙高 可能衍生社会问题 屏龙县提倡合作是父母观念 凡是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 到护证事务所办理离婚手续时 将要求观赏 亲直宣导短片 在观赏之间 护证事务所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那对于隐私权的部分 我们护证事务所也兼顾到 对办理登记的人 让他能在无形中观看电视墙的影片 那其他的民众也同时观看了 那这样也推广了家庭教育 那离婚当事人如果有仔细看 那对他的未来的子女教育 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没有强制观看亲直短片 但是多数民众愿意配合 县福表示 屏东地方法院少家庭 于104年时 要求诉请离婚 争取子女监护权的夫妻 接受六小时的亲子事件 父母心理教育课程 虽然没有强制力 但法官会是参加议院 看态度裁判 若是面临争取子女监护权时 可能发挥加分效果 不过有近八成的离婚案件 使当事人自行前往护证机关办理 因此护证单位也导入亲直教育宣导 希望将离婚对子女造成的伤害 降到最低 我们的目的唯一就是 看在这个离婚的过程 能不能尽点社会责任 挽救一些平临破碎的家庭 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小孩 因为在整个男女离婚的过程 小孩子是最无辜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些男女 在选择离婚之前 能够先看屏东县中所提供的一些宣导影片 县福指出 屏东县每年有近两千对夫妻离婚 经与屏东地院达成共识 才与屏东县境内各护证事务所 针对育有未成年子女的离婚夫妇 提供四到五分钟的亲直短片播放服务 希望鼓励双方在结束婚姻后 当个友善且合作的父母 不要造成孩子的痛苦 也减少因为父母离异 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评论新闻蔡理华彰志豪采访报道